酸甜苦辣是生命的财富 辉煌平凡是人生的道路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精彩的历程 自由亚洲电台 清晨奉献访谈节目 历程 你有没有决心跟我一起掉脑袋 我们的作用就是给大家想 还有不要共产党的那条路 既然我活下来了 有15年的时间 我活下来了 那就是好事 将来有可能还出去 1993年9月14日 在国际奥委会 对北京与悉尼竞争2000年 夏季奥运会主办权投票前 魏京生获释放 但在1994年4月1日 再度被捕 1995年12月13日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开庭公开审理魏京生案 以阴谋颠覆政府罪 判处魏京生 有期徒刑14年 剥夺政治权利3年 1993年您刑满出狱之后 又是因为什么第二次逮捕了 是吧 你出来怎么继续干 继续做这些事情 因为我一出来就发现 实际上中国还是很需要 有人出来做一些事 有很多人有想法 但是他们不敢做 那最后大家推 老魏还是你带头吧 那还是得我出面做一些事情 那当然共产党就不高兴了 尤其是江泽民 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 就是干涉到外交了 因为当时美国有很多重大的事情 你比如建立你们自由亚洲电台 也算之一 他们跑到北京去问我 就是你认为建这个电台 有没有这个必要 包括你认为美国现在解除 给中国的制裁有没有必要 他们都希望有一个我 因为我比较有信用 他都去问我 就是已经干预了外交了 等于 江泽民已经有点忍无可忍了 而且最后触发的一件事是什么 是美国当时的国务卿克里斯多夫 他要访问中国 就秘密的跟我联系 想当面跟我谈一些事情 因为他当时的意见 和克林顿政府意见有点不同 他觉得对中国的那个人权事务 很应该加大力度 而不应该是放松 所以他们有争议 所以他希望能见我能跟我当面谈 然后回国以后当然说服国会来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共产党得到消息以后就把我给扣了 扣起来的时候还没决定到底怎么处理我 这件事一直拖了一年 拖到95年 最后终于这个克林顿把这个 贸易和中国的人权脱钩了 所以后来才决定要审判我 然后继续判刑 95年年底就他们非法拘禁了我20个月 从94年的四月初 三月底四月初 一直扣到 一直扣到95年年底 才正式的递谱了 但是那次95年年底递谱的 正式宣布递谱的时候呢 就给我带上铐子了 一般这个就表示你是重刑犯 要判死刑而且送到死牢 关在死牢里 又是关到死牢里了 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 于1998年6月25日访华前半年 经由当时人质外交的操作 魏京生在1997年11月16日 以健康原因获释 并被直接流放到美国 先在哥伦比亚大学 研究与中国相关问题 1998年被推举为 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 我走之前呢 实际上当时住中国的美国大使 叫尚木杰 他专门跟我在机场那附近 见了一面 他要求见面 就是他要问 我是不是自愿去美国 当时我有个选择 我可以再回监狱 其实我经常再回监狱 这对我来说家常便饭了 但是当时我考虑呢 海外的这个民运呢 其实对国内非常重要 它起一个旗帜的作用 而且还起一个引导的作用 而且还可以影响国际社会 那么海外民运已经 我在报纸电视上 也有些从共产党那个自理行间呀 他们报纸自理行间 也能看出来 海外民运已经非常消沉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 要么我继续在监狱待着 对我来说我很轻松 我已经蹲惯了监狱 说实话很轻松的 但是呢 如果出来可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所以我做了一个选择 我说我自愿 自愿来美国 你来美国之后都从事了哪些工作呢 跟我想象的差不多 就是来美国以后呢 主要是要影响国际社会 让他们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 关注中国的民主化 这是第一个重要的工作 第二工作呢 就是说要加大对国内的宣传 继续有民主强的那个 就是往向国内传播思想 这个你们在亚洲电台 也帮着我们做了很多工作 每个星期我们都有节目 发到国内去 这样很多国内的朋友 我后来发现很多国内人 很了解我的一些想法 而且很接受我的想法 那么这个工作我觉得也非常重要 就跟我们当年民主强的工作是一样的 那请问您人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最大的遗憾就是民主强的时间短了点 因为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时间 那段时间 时间少了以后 没有把自己很多的想法说出来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对我来说是可能是最大的遗憾 您在中国的经历 可能是旁人无法体会的 您经历过奋斗 甚至到最后的背景理想 又来到美国 那可是在您的记忆中 一定会有一些温馨的时刻 就是说您在记忆中 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个 你感到最幸福的时刻 说起来嘛 可能是我弟弟妹妹 第一次来看我的时候 那感到特别兴奋 特别高兴 也可以说是特别幸福呢 因为开始的时候 共产党是完全把我隔绝的 一直好几年 三年吧 三到四年 他们第一次去看我 我想想好像是83年的时候 我79年就进去了 到83年才让他们来看我 而且很意外 事先也没有告诉我 突然一下来了 哎呀当时特别激动 特别高兴 特别幸福 就是人都是这样 那个人都是有感情的动物嘛 那看到自己的亲人啊 因为特别是隔了很长时间 而且想象中可能没机会了 突然有机会了以后 觉得特别温馨 特别特别幸福 您流泪了吗当时 没有 我这个人很少流泪 男人流泪不轻弹 我反正比别人流泪少 那你生活中 有没有流泪的时候 有啊 就是有一次在监狱里头 这个晚上做梦 我很少做梦啊 那次晚上做梦 做得还特真 好像就我母亲 其实77年就去世了 早就去世了 然后去世之前呢 其实她老要警告我 不要惹麻烦 不要什么 尤其是那个76年 那个四五天 运动的时候 我母亲一方面特别高兴 说你可能参加了那个 我说没有 当然她之后也警告我 说你少说话什么的 这中国父母都这样嘛 不要惹麻烦 将来你 而且我妈老说 你就是个老改屁子 张嘴就说 你肯定要当反革命的 所以 那次做梦的时候 就梦见她又过来说 你看不听我的话 你进监狱了吧 你也不能好好孝顺我了 那时候我就觉得心里特别难受 结果就突然一下从梦里醒了 而且发现自己正在哭 然后我写了一首诗 那次呢 就觉得特别伤心 当然 对我做的事情我不会后悔 我想我妈要是活着的话 她也不会后悔 她觉得她儿子能做这么大的事 替老百姓说话 她倒是从小时老教育 我们要关心老百姓 替老百姓说话什么等等 我觉得我们后来变成这样 可能跟他们从小这种教育就有关系 您觉得中国现在有没有进步 中国呢 应该说复杂一点说 比起我进去那个时间 有些方面是进步了 这个进步主要表现在老百姓方面 你比如老百姓现在敢说话了 大家都敢说话了 共产党也不得不把尺度放宽 因为你总不能把所有人都抓监狱里 对不对 然后而且现在中国很多人是敢恨敢爱了 不像以前都被共产党给控制着 现在人们独立思想比过去要强得多了 包括一代一代年轻人 我觉得好多老说什么80后90后不怎么样 我接触了很多以后 我发现他比我们那代人好多了 一个是思想比那时候开阔了 另外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也更敢说话了 这是比那时候进步的 就整个社会是进步了 但是80后90后有一些 还是对像民主强运动啊 或者是六四的情况啊 都知之甚少非常模糊 您觉得中国这个民主在中国会有未来吗 当一个社会里所有人都想要一件东西的时候 那剩下就时间问题了 是肯定会来的 因为中国人争取民主在 不但在亚洲在全世界都算是很早的 甚至很多欧洲国家还没有民主的时候 中国都已经开始辛亥革命了 对不对 一百多年了 那么你说中国人不希望民主吗 中国人确实希望有民主 那么当现在中国已经不是少数的精英 辛亥革命的时候可以说是少数的精英 在呼吁老百姓浑浑噩噩的觉得没什么 可是现在连老百姓都觉得民主是他们的要求的目标 而且是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权利的保障 那么在这个时候再阻止人民走向民主的话 我想这种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了 暂时的可能还行 但是绝不可能很长的维持下去 您看现在的这个局势 就是缅甸他们也马上要进入这个民主选举 那越南他们的模式稍微不太一样 就是在共产党内部 他们会有一些选举的这个运作 当然这个国家还是共产党来掌控了 那您觉得中国未来是会走缅甸的模式 还是会走越南模式 还是会像俄罗斯一样 就是说在一夜之间解体 还是说会倒退回去 像走北韩的那种模式 北韩那种模式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了 你想谁还有那么大本事 能把中国老百姓忽悠到毛泽东那个时代 我不觉得现在有人比毛泽东更能忽悠 对不对 第二中国老百姓也不是那时候那么傻了 中国老百姓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你根本就忽悠不了他 所以倒退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 反过来说 就是说现在其实共产党面临就是两个选择 要么你像苏联那样主动的去解体 主动的垮台 主动的放弃一党专政的权利 然后走向民主 这样国家能有个平稳的过渡 这样的前提下 共产党也可以作为一个合法政党存在 甚至可能被选上台 你看台湾的那个国民党不就是继续能选上台吗 对不对 这种前途不是说没有 但是困难也是非常大的 阻力也是非常大的 另外一个选择就是 那就是你要不这么干的话 那老百姓可能就要造反了 因为老百姓已经确实没有耐心了 不仅仅为了民主 也为了他们的生存 因为你共产党一党专政 你必然都要欺压老百姓 你管不住 你不可能管得住 民主制度的特点 就是把这些当官的管住 你又不愿意走民主这条道路 那你又管不住了你这些当官的 那当然那他就要关闭民反 就这么个前途 所以只有这两个选择 当然现在的共产党要走台湾 或者苏联那条道路 困难也比那时候大 因为台湾虽然有一个利益集团 但是台湾国民党的最终的宗旨 还是要走向民主的 那毕竟是孙中山创立的大 苏联有一个不同 就是那个时候 共产党和老百姓之间的矛盾 还没有那么尖锐 老百姓还没有那么大的仇恨 可是现在的共产党 说实话 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 这个利益集团呢 绝对不让放弃这个权力 一党专政他们一定要坚持 因为他们的利益在这里头 而且是他们认为 他们的身家性命在这里头 一旦民主化 他们也担心有报复 所以这个阻力会非常的大 就有点像那个卡扎菲 那些利比亚的情况似的 他们不愿意放弃权力 那最后逼得老百姓不得不造反 不要以为老百姓好像又没有武器 又没有这个又没有那个 一旦造极反来 什么都会有的 你卡扎菲有什么 说实话 反叛军就有什么 最后还是要把你打败 那肯定的 你得不到老百姓支持的政府 真正跟老百姓进行暴力的对抗的话 到最后你肯定是失败 您觉得新的中国 新的民主这样来临的这个时刻 还有多远 就是在您刚刚来美国的时候 好像有记者问过您 那问您说十年 那您觉得现在来看的话 那个时候我回答是连十年 可能都到不了 现在已经十四年了 当然我当时说这话的时候 其实也没有什么时间概念 只是为了 那么说只是为了鼓舞人心嘛 咱们要鼓舞国际社会 对中国的关注 你要说太遥远 那西方人尤其政治家不关心了 那时候有这个动机 但实际上呢 这种革命呢 你没有办法确定时间 我后来在很多次讲言里 也提到一个说法 就是说一个已经糗烂的旧房子 随时可能倒 你知道它随时可能倒 但是它是今天倒 还是一年以后倒 还是两年以后倒 这个很难说 很难说 因为这个有很多种因素 你不可推测的因素去决定的 特别是你像这个各种革命 往往都是一种突发的事变引起的 虽然突发事件很多 但是不是每一次突发事件都可能引起那么大 但是也不是每一次都没有可能 突尼斯就很明显 一个小范儿自焚 这个突发事件就引起整个国家的变化 但也不是每次自焚都可以 西藏人自焚了好久了 包括中国人在天安门广场自焚 也不是第一次两次了 那也没有引起那么大变化 但是所以说 每一件事呢都有很多条件决定的 大多数的条件咱们没法预测 咱们只能说它是偶然的 某种偶然因素引起 但是从总体来说 共产党是越来越熬不下去了 老百姓的反抗是越来越强烈的 我觉得这个临界点 离我们已经确实很近了 就是这房子 咱们已经听了吱吱嘎嘎响了 那肯定要不了多久他脚踏了 1996年 魏京生先生被授予纪灭 罗伯特·肯尼迪人权奖 同年还获得欧洲议会所授予的 撒哈罗夫思想自由奖 他也是1997年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 民主奖等多种奖的得主 自1993年以来 魏京生先生基本上 年年都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人 这些光环虽然耀眼 也很刺目 那是在冰冷的狱中 经历多少漫漫长夜 却始终坚持民主理念的毅力 那是宁可放弃一切荣华富贵 只为更多的中国人能享有自由民主的博爱 对于一位为了实现自由民主 而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年华 事业虔诚和温馨生活的实践者 我们没有资格说 这些是对魏京生先生的褒奖 而只能说这些换不回岁月的奖项 是我们对您的一种感谢 感谢大家收看这期的历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